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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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 這位是我的好朋友William 今天我們在我有幸上來這隻這麼漂亮的60呎游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好朋友William 本身從事了游艇的買賣 訂購車 管理 客人跟他買了一艘新船 至國內船的溫度很熱 所以William有見及此 這次好幫忙 推介我們公司的防曬隔熱鐵工程 這次客人為何會願意讓我們接受工程 其實之前也有用過Ken 我相信也有兩個項目之前做過 客人的反應都非常好 不單止把游艇內的溫度大大地降低之外 其實就對內部的一些傢俬老化 是有一個很大的保護作用 所以剛剛 阿Ken 也說了 剛剛客人買了 所以我就建議他做一個這樣的工程 除了能夠把溫度降低之外 因為就算你游艇內的冷氣多夠也好 如果沒有一個玻璃的隔膜保護 其實我自己覺得都是相差一點 而且之前也看過一些數據 其實安裝前和安裝後 大約有15至20度的分別 室內15至20度的分別 這是很大的分別 所以這次客人都願意去做這件事 所以既然是這樣 不如今次又找阿Ken 幫忙去做 希望阿Ken 也會做得很好 一定會 剛才在船上 我親身量度過的溫度是48.5度 比較低 十分之高溫 我相信雞蛋都應該會熟 通常都很厲害 而且地球的溫度 或香港各方區域及國家的溫度 只會越來越熱 所以做了的話 相對地會幫助船隻的質素 將來可能有機會需要resale 我相信有一個很好的condition 令到船價去保值 事不宜遲 我們去下一節施工的過程 好嗎 謝謝 好 來到船艙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工作前的準備 首先我們會和客人核實了一個飾板 這次客人也選了3M系列的PL70 介熱度十分之高 另外針對性兩樣東西 太陽的紅外線指數是97% 另外紫外線指數是99.9% 同行業界來說 都比較推舉這個系列 基於客人也選了這麼滿意的飾板 我們會在開料的情況當中 準確無誤地上船做一次度尺 度尺後 就交給師傅分別區域去開始做 例如師傅前面在做一個大船頭的玻璃 做完的流程就到旁邊或者門 如果船艙的房間或洗手間需要的話 他們也會分別的時間和程序去做 一般我們的防曬隔熱 除了防曬隔熱量功能 還有第三個隱藏功能 就是防爆 因為遊艇和船隻 在海上遇上打風的時間 因為水流問題 船通常會左右移動 但有時候有些雜物橫空橫飛的時間 都有機會令到玻璃會損壞或破裂 或者弄傷到人 亦是一個最不想見到的情況 貼了我們的防曬隔熱量 就算有雜物撞擊玻璃 因而損壞了 它也會在黏膜性的情況 黏著玻璃 不至於整塊破裂 有一個保護性 這部分我們提及到實用服務 跟我們公司 Marine Block UV Webting Limited 去做一個服務 我們儘管會包三年保養 換句話說 怎樣為之三年保養 就是我們和你做完防曬隔熱的工程之後 正常自然損耗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保你們三年 萬一它自然脫落 你要找我 我可以和你主動上門做一個工程 是不需要收錢的 但是萬一 例如可能真的有特別情況 撕壞了 弄壞了 這些就不會包到的 這個是我們的Service Group 想特地去講清楚 整個保養的範圍 和適合的情況 但是一般來說 收到客人的order 或者是受服務的話 我們48小時內 會作出一個主動的聯繫 以及做一個諮詢 給你們一個適當的方案 讓客人滿意